订阅傑斯频道 like和share我们的片 集结力量 为自由攜手守护镇上 一向被誉为在建制派得高望重 出来不说话 一说话就变成风向标的 盧民端 这位就是前全国桥联的副主席 今天仍然是民建联的成员 也都是前政协 非常得高望重 他说话就差不多全部人要坐定听 当年我记得 力撑林郑月娥做特首 曾经 也写过一篇六七千字的 传闻 曾经说曾经有美国泛民势力支持 从不听中央劝阻 继续要出来选 没有为2014年的反占中 选择名字 或者对2016年的旺角暴乱 没有反对过 没有公开的谴责 或者很享受看十年这部电影 那时真的懒得曾俊华腾腾 每次盧文端出来说话 建制派中人一定会关注 这次盧文端在《明报》写了一篇文端 讲《垃圾征费》 《各支垃圾收费争议, 确保聚焦经济发展》 盧文端说垃圾征费被受争议 是因为当年由激进反对派提出的 这些激进反对派当中部份人还在监狱 怕死你不知道 上届政府在犯政治化环保的高压下 定出的政策 从一开始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有什么任务 在中国今天强大的支持 香港是会不可能完成的 外国人会做到的事 中国人都一定会做到的 为什么垃圾征费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最个人就是说 他说这个垃圾征费是当年由激进反对派提出的 只是看回2021年那届 他说上届 即是2021年 立法会 在20年9月 不选 没得选 然后继续下去 那时候 大部分的泛民都已经DQDQ 或者辞职辞职 然后垃圾征费这条法案 当时就在 立法会通过 那时候只剩38个议员 只有 一个叫做反对派 还在这儿 就是郑重泰 其余37个都是建制派 全票就通过 那所以呢 究竟努民端 怎样看到是激进反对派提出 如果再数 再数远一点就要数到 去廖秀东 做环境局局长 即是纪任 后来到这个 浦怡 我忘记是什么名字 黄金星 我忘记是什么名字 几任的 即是环境局局长 其实一直都在推 当年又有泛民 又有建制 但是到最终 投赞成票 37位 都是建制派 口眼无耻 不止他一个 还有一个 很离谱的 都是民建联 都是任战联 路民端的党友 他就出来和应 他仲口眼无耻 因为他当年就是垃圾经费 这个法案委员会的 副主席 然后他 在有线接受访问 他说反对派 当时是以 环保的母子推动 逼这个特区政府 议员 甚至是市民 要吃一个我们未必 能够完全是准备得到的政策 你真是这样都说得出的 其实你应该引够辞职 如果第一样东西你这么说 如果你被 反对派以环保的母子 骑劫了的时候 即是你没用了 如果你是反对 为什么你不一直坚持反对到底 究竟你是不是两面人来的 你这么战格的东西都说得出的 但不战格 怎会成为任战联 还要做今天 九十个港奸里面的其中一个 所以记住这个何俊賢 如果他长命 他一定看到当今圣上有嫁崩的一天 或者 还可能共产党 在当今圣上未嫁崩之前 就已经发动政变 到那时候 他可能又会隔出来说 他在2024年3月 23号通过的23条 立法的时候 他又会这样说 他会说 哦 习近平 如果当时他说的习近平 可能已经 在欲中了 他会这样说 他会说 习近平 当时以这个国家安全的母子 去推动 迫这个特区政府 议员 甚至是市民 要吃一个我们完全 未必 准备 准备得到的政策 都可以的 如果利用这个逻辑的话 什么都是推回 推到别人那里 最好 所以这些是万能key 以后 香港政府官员也好 或者建制派也好 其实什么都可以跟努民端 什么什么什么 当年是由这个激进反对派 提出 博你大家不记得 是上届政府 在 泛政治化的高压之下 定出的政策 什么都可以 美斯来香港 其实是当年 又激进反对派提出的 是上届政府 在泛民 在泛政治化的高压 底下 定出的政策 你还不记得 来香港 开这个家族 办公室 其实 你怎么不记得 是当年 反对派 提出来的建议 是上届政府 在泛政治化的高压底下 定出的政策 你再这样说下去 什么都可以说得通 今天 这个货柜码头 排到已经是世界第10位 或者最近新一季的 港交所IPO 已经跌到 比印度更差 比A股更差 这些全部都是当年 反击反对派 铺路搞出来的 在上届政府 在泛政治化的高压底下 定出的政策 这些这么说下去 有时间讲 为什么 多得不得了 因为 有什么好事来的 23条 23条他不说 在23条之下 变质的香港 所有的东西 都可以进入 激进反对派 身上 第二天 颠起上来 如果 中央 立23条 害死香港 他们真的可以出来说 23条 当年 是由 激进反对派 提出来的 是上届政府 在 政治化的高压底下 定出来的政策 你真是 不用说 这班人 其实有什么 说不出 乱来的 OK 所以 最近 很多 垃圾会的议员 已经出来 铺路了 先行先事完之后 随时 随时 有机会 胎死腹中 香港市民都会觉得 很开心 最好不要搞 我当然明白 但是 两分两面看 第一 这个政府 我同意 我支持 我也支持 盧民端 实际就是 这个政府 最好 越搞少些 越好 搞出来 有鞭镬 是好事 全香港市民 包括 刚刚到部的 高级蠢 都会知道 这些都明白 所以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但另一方面 看的就是 这个就会令到 香港继续 落后于世界 问题 不是在垃圾收费 其实之前 拍过很多条片 都说过 垃圾 不一定要 征费 你都征了 这么多税 在 税收 来 改善 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教育 但是你指以这个香港政府 有什么教育 他就想得很单简 包括现在 这任的环境局局长 謝展环 这些全部是蠢材 他就知道 他就知道 香港政府一直都相信 收费 香港人就会用少些 就像隧道 但是隧道收了费 或者再加价 那是不是隧道就不失车呢 从未发生过 但是他仍然都是相信这套概念 是这么拼的 因为他没有 他不带老板上班 再说一次 回到 处理垃圾 他亦都会相信 一件事 就是收费 收费 人们就可以 扔少垃圾 这是 傻子 人口越来越多的时候 垃圾就越多了 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要令到香港 就是 拍着世界来走 这个已经是一个大方向 垃圾的分类 垃圾的分类 是说配套 不只是说收费 不是你 发展了十个八个 的交袋 然后 收费 就完成 这个其实是荒谬的 其实可以不可以 不收费 解可以不收费 你可以交给市场 你就立例定一些规格 出来 市面上可以 买到的 的 的交袋 就有 的 specification 你可以定好出来 你是政府 你不在买巴允币 但是你不一定要收费 你可以交给市场 A牌子的交袋 可能比B牌子的交袋 有竞争的时候 才会有一个好价 韦康百佳 每周才能做到特价 可以卖给 星斗市民 为什么要你政府 来订费 你订费之后 只要有加 又没有减 现在就是这样的价钱 难保你下年又加 现在的士又加加 是不是 所以 这个才是最反感 还有就是 你只是做了一件事 被人看到的 其实就是做了一件事 就是develop了 十个八个的交袋 然后就要大家付钱 但是付了钱之后 大家都发觉 扔垃圾麻烦了 无论 你是住户 也好 是营商的餐饮业 也好 全部都发觉是瘋狂的 特别是 做生意的 难道我请多一个人来 倒垃圾 又说回温哥华 温哥华就不同了 温哥华 或加拿大 或多伦多 你那些餐饮业 真的会请一条年轻 回来 表面上是楼面 但其实 他做早事也好 做晚事也好 他在那段时间 他只是负责倒垃圾 那些垃圾很厉害 垃圾商人 那么高 他就只是做分类 那你又怎样 温哥华可以 afford得起呢 当然啦 有些人就立刻去说 温哥华喝茶 吃饭 都比香港 其实不止只是比香港 别人的机制很好 老板就算这些老板 有几个无量 在温哥华吃过东西 你就知道 因为你找数 有 最少不少的12% 是贴市 有些要给到20% 那你有些高级食肆 吃到的数额很大 譬如你一张卖单 是在说1000元 没人给1000元就夸了 如果你吃1000元加币 那你吃500元加币 你要给 接近20%的贴市 那都很 很和味的了 如果20% 就已经200元 即是100元贴市 哇100元贴市 是的 所以很多人 都很开心 做这个餐饮业 做楼面 做厨房 就是因为 所有贴市 都会 大家按比例去分 所以这些 你就可以 请一个人回来 专门去倒垃圾 但是你叫今天香港 回来香港 不要拿自由的世界 你回来香港 哪一家都可以 无端端买多一万几千元的胶袋 每一个月 还要无端端请个人倒垃圾 不如把他倒垃圾 倒垃圾 所以这些东西 全部香港政府 是不想的 是完全没有配套的 譬如说 最主要的配套 就是垃圾分类 每个人都会说 香港地小人多 连路文端 在哪里也有说 香港地小人多 还有些三毛大厦 舊楼 怎样 多了一些配套 出来 去做垃圾分类 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叫人用完你的垃圾袋 还要走到很远的地方 尤其是大件 垃圾 11元收费 你还要走到很远的地方 然后才可以 扔得到 这些东西 就已经 真的很大事 例如住户 可能在住宅 因为这样倒垃圾 然后可能要加管理费 可能真的要聘用多个人 怎样 所有这些东西 完全没有考虑到 所以当然 最好不要搞好 但是这个不搞 就继续令到香港落后于别人 你说地小人多 OK 是不是一个藉口 是去 阻碍垃圾分类的推动 说不通 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地小人多 东京也是这样 台北 台湾很多城市 包括台北 都是这样 那别人又为什么可以做到 垃圾分类呢 政府有没有 认真去看看 去考察一下 甚至 新加坡也做得很好 这个是说不通的 如果这个说得通的话 香港以后就不用做这个垃圾分类 因为香港永远都会 地小人多 所以 这个就是 傻居自存 所以看你怎么看 两面看 你问我 一定要大家在咬牙关 其实香港人要开始 要 改变 倒垃圾的 习惯 因为如果不是 今天 追不上今天的环保意识 准备 减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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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事情 都未必做到 但是 最惨我们就是 有一个 这么厉害的政府 所以 没办法 我也站在香港人那边 最好 8月就不要搞 越搞越麻烦 对嗎 但是沒有這個勞民端那麼厲害 想到一件事 這個原來垃圾收費告訴我們 是激進反對派做的 還有他的黨友何俊賢 反對派當年以環保的帽子扣在我們身上 然後逼我們就範 我真的辛苦你們了 所以今天就沒有了泛民 你要賴的其實都是賴到2024年 給盡你 2024年之後的事情你還有沒有得賴 那時候賴什麼 賴的人最差的是你坐牢 如果不是他們坐牢的話就出來 香港就會好一點 這個你又懂不懂賴呢 在那裡 有些事情 為甚麼 為甚麼 跟你的老闆 於是 來自我 說 我 為甚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